香港還未是 不知道以後是不是 香港未是一個可以令到一群獨創意的人 可以衛生的地方 怕不怕找不到吃嗎? 都有擔心過 可能有時候都會聽到很多讀了這一科的師兄師姐 然後就會跟你說 讀這一科 你是做這一行不好吃的 這些資源處理的說話 但是我覺得 看看你用了什麼心態去做這份工作 因為我大膽地說 其實這十年我們已經斷層 因為編劇沒有什麼地位 收入低 沒有尊嚴 其實沒有人入行 其實有些很有心的 其實入行一會 三兩年就離開了 所以其實這一年之前 其實是一池死水的 新的電視牌照政府遲遲未發 無線亞視就繼續反對 指這個電視市場已經爆禍 他們有沒有想過這樣做會阻礙了發展本地的創意產業呢? 直接握殺大批有熱誠有理想 讀創意媒體的畢業生的出路呢? 這方面和我促途 很多都畢業之後 有一堆可能會做本身媒體的事 有一堆可能會做一些不關事 可能轉了行 有些去了做金融 有些可能會去教琴 或者大部份可能讀拍片的那些 反而去做設計 有一堆可能會去電影行業那裏做 就會打散工 有些有做電視台 很多不同方面都有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 做一堆會覺得 薪金又不高 其實晉升機會又不是那麼大 還有因為有很多人去競爭 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畢業生 他都做同一件事 可能做下去又覺得 沒有什麼發胃的機會 可能有些人就會選擇轉行 其實在我初中的時候 我就接觸夾樂隊 就會有很多機會去 上到舞台上做一些表演 就開始接觸舞台 之後就會很想參與一個舞台製作 會想了解多一點 之後在高中的時候 就報了applied learning course 發現自己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都很想之後去重視這個行業 所以之後畢業就選了 進來讀AVET 如果你真的想著靠這份工 或者做這行業去發達的話 我覺得又不是很有意思 因為其實你做這行業 因為很喜歡才做 不只是賺錢 不過當然基本的經濟收入也要有 但是這個可能 我未真正式投入去做 我也不太清楚 其實現在做什麼工作 會有多少收入 因為我在AVET 都教了三年 關於創作和劇本 其實這三年以來 我見到那些學生 我也有點內疚 其實當他們問我 阿sir 其實我出來之後 我怎樣可以做一個編劇 其實我心知肚明 他們是很難去扣門 很難入行 為什麼呢 除了在近這七五六年 或者十年之內 其實原有的電視台 基本上都不多請新人 不多培訓新人 其實只是因為最近這一年 因為有競爭的出現 他們才招聘新人 就算真的請新人 其實他們只是請大學生 Ivy 的學生 基本上很難有機會 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我就會覺得其實有些可惜 正正在新電視台開始之後 其實我有些學生 其實他們都申請 以及得到聘用 在新電視台裏面 我覺得對於市場 其實年輕人是多了就業的機會 不再局限於 譬如說一些大學 或者是傳理系 或者是演藝學院的學生 而Ivy 的學生 他都會有機會入行 這些也是常識 即是多三間電視台 那怎麼會不多些就業機會呢 這樣肯定是 對於市場 和對於年輕人是好的 所以我絕對是 贊成開放多些牌照 令到競爭 令到多些空間 多些節目可以出來 多些人可以加入這個行業 我相信以香港的基礎 和這方面的資源 和相對都有一個自由的空間 我們還有很多路可以走 在人材的累積方面 變成你會磨煉了香港 一些比較獨特的人材 因為你需要有這樣的環境 才有這些人材出現 你不是在貨本裡面可以 這樣教出來 你是在環境工作 創作、消費、聚集、去傾談 類似這些空間 這就是創意產業的發展基礎 現在我們經常說創意產業 而令到電視的工業可以繼續下去 因為我不想在這一代 我們斷送這個行業 也很想多些新人入行 盡快令他們接班 盡快令市場更加蓬勃 但這就是特别的 竟然說明 確定他都可認不得 你會在於速度 有機場